就算是封號杜蘿 在這個小孩面前 也只能跪下 就算是面對十萬年魂獸 也只需要輕輕一腳 這個小孩被稱為人類最強小孩 因為他的出現直接讓人類擠上西極文明 什麼奧丁正式等等天神柱 在最強小孩的面前都如同老爺一般 打個簡單的比方 最強小孩一生咳嗽 就能將滅爸給嚇哭 一個箱子就能毀尿 一顆橫行 這就是超越生命一般存在的最強小孩 這時有精致的小伴就要說了 超完過分了 今天你就過分了 最強小孩被你說的比漫威店也要開離譜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好的超完給大家介紹一下 最強小孩哭不如詩的悲情 最強小孩的爸爸是 普通人類上班族 最強小孩的媽媽是 普通人類家庭主婦 這為什麼這麼普通的父母 能誕生這麼強大的小孩呢 超完現在開始解滅 原來整個多元宇宙 被名為宇宙新的長老所掌控 長老維系著宇宙世界萬事萬物 正常有序的發展 每間隔11年 長老就會重新轉世 用新的群體開始繼續修煉 轉世的新群體 則會保存原本的實力 所以最強小孩才會 如此長橫 最強小孩的爸爸姓王 小孩出生的那天 天空出現了一朵祥雲 一為吉祥之夜 王爸也覺得這小孩呀 給整個家族帶來了吉祥安康 於是王爸給最強小孩取名為 王一朵兒 哈哈哈哈 最強小孩的內心是拒絕的 可是又沒有任何辦法 從一而開始王一朵兒 就展現出了驚人的超能力 那兒王爸我媽也表示 但是一點也不奇怪 只是告訴一朵兒 一朵兒啊 不要在外人面前 展示自己的實力呀 於是王一朵兒 以普通人的身份 就讀了神仙殿堂小學 他的同學有王力 唐山朱朱霞等等 本期是命令的超過一萬 超人一定安排下期 小伴逢我死亡 終極挑戰 感謝你們臉書 超人順利 下期一口傳